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 刚刚在下午通过了公务员的加薪方案 老实说公务员加薪我就没有意见 只不过公务员里的警察加薪 就在社会当中引来广泛的争议 特区政府当然不肯将警察加薪 从公务员加薪拨款当中勾起 就逼所有立法会员捆绑式来表决 在这样的情形下 非建制派当然要反对 但反对也无效 因为根本不够票数 这包含警察加薪的公务员加薪拨款 就在建制派的补教护衡下 在立法会的财委会通过了 当然有些人会质疑 泛民不够票数你可以拉布 但是你拉布 财委会的主席 陈建波都可以剪布 剪完你以后你是不是又要表决 当然有些人又会说 你可以议会抗争 可以冲出去 那你冲出去 他可以找保安赶你出去 赶完出去之后 一样是要表决 到表决那一刻都不够票 所以为何接下来9月的立法会选举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就是要非建制派拼过半数 自从97以后六届的立法会选举 都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民情民意不足 这是客观事实 以往这么多届大家都未曾觉醒 很多人都是 但今届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觉醒了 因为被警察打醒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就有机会拼到过半数 所以为何接下来的选举 是非常之关键 一定大家就要鼓足干净 出来投票才行 希望非建制派拼到过半数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些警察加薪方案 否决了他 好了 说回这些加薪方案 这些警察都可以说是三起临门 首先每人派一万元 他们也有份 第二 退税上限两万元 这些警察也有份 第三 这个公务员加薪撥款 其实是有个追溯期 追溯到去年4月1号 即是去年4月1号出的人工 他都会相应加5% 出了那些粮金会 会补回给他的 所以这些警察真是肥过肥仔水 这些就是三起临门 就是由建制派的保价 互航下造成的结果 而且香港到底要不要这么多警察 根据最新的财政预算案 就说在来年 会准备请多2,500个警察 加上现职那3万5千7百 就有3万8千3百 每10万名市民 就有510个警察 这个警民比例 仅次于俄罗斯 俄罗斯每10万个市民 就有564个警察 你就派了第2位 第3位就是土耳其 474个 意大利467个 葡萄牙454个 你就是亚洲地区 首屈一指 你请警察来干什么呢 警民比例 维持到这么厉害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在搞警察国家 请问 你林郑搞什么 要不需要请这么多人 而且你的警察都不务正业 叫你去巡邻 你又不巡邻 你都不签到 那你这些警察干什么呢 请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是不是想维稳呢 其实你每请多一个警察 就会多一个家庭 很容易理解 老公去做警察 难道老婆去前线抗争吗 难道老婆去示威游行吗 撑警集会就可能会去 如果他会去做心王 神祖就不会嫁给这些做警察的人做老公 所以 分分钟那个警察的老爸老母 都免得麻烦 又撑上他一份 他的外父外母又撑上他一份 这样就六票了 这些是不是维稳的动作呢 2500人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一个家庭就变成了 乘六 12500票 是不是想搞这些事情呢 到底你请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呢 有没有必要呢 而且这帮警察 捉贼就不见他那么厉害 专门对付人民对付青年 请少一个就得一个 亏这种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说得出 警队加班相当辛苦 发放加班津贴是应该的 亦都是按照立法会的授权进行 警方总结经验认为 补充人手和装备是合理的 所以 将派钱撥款和警队资源 分开处理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你就是说这些说话 你就是公然又撑警 还要继续撥款给他 买多些装备 请多些人手 即是继续来租资人民 所以这份财政预算案 就是以派钱一万作为包装外衣 屡头实情就是为这些维稳部队 注入更加大量的资源 但是回水一万都有人不妥 这次又轮到哪个出声呢 轮到那些所谓港飘圈 港飘圈 他们到底说什么呢 就说觉得自己是被特区政府忽略了的一群 首先有些亦有未必知道什么港飘 港飘根据他们自己的定义 就是一群通过学生签证来香港读书 或者通过专裁优裁计划来香港工作的人 人数累计有几十万 年龄主要集中在20岁至40岁之间 普遍接受过大学程度的教育 他们就说 努力和拼搏正是这群人身上最明显的标签 实情这群人很受业主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来香港很流行读那些一年制的 所谓Tot Master 即是售课式的碩士课程 读完这个以后 毕业以后 他就可以留在香港找工作 他住满七年 就可以拿到这个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为什么这群港飘学生 是受到那些业主欢迎呢 因为他们就很流行 一泡过就给足一年的租金 那些业主收到一大笔钱 当然就是非常happy 又不担心你是不交租 又不担心你是租霸 这一年给足钱是预缴的了 至于那些人是怎么租呢 就是合租的形式 即是一间屋就各自一人一间房 就住一起了 到底这群港飘为什么觉得被特区政府忽略了呢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香港是举足轻重的 他们就说 港飘大部分分布在金融、地产、传媒、零售等等的行业 他们的存在就一直帮助香港更好地发挥窗口的作用 是香港持续繁荣 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先不论他这个说法到底是否正确 但是就反映得出 他们就是佔了我们香港很多的就业机会 那些大企业大机构 就很轻请这群港飘学生 优才专才的 为什么呢 就贪他们听话 肯定这群人就不会组织工会 不会组织罢工不会组织反抗的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本身如果没有这群人的时候 那些就业职位应该就是本地人来做的 现在请了这群人 变相就剥削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 而且这群港飘同时也是香港重要的维稳力量 当他们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时候 也会同时获得投票权 根据这群港飘自己说 他们的定位是怎样的呢 港飘通常是坚定支持特区政府施政 维护祖国完整 香港稳定的中建力量 他说得很清楚 就是要维持稳定 就是维稳 所以这群人将会是黄丝还是蓝丝 大家心照 所以你有没有见过 有些港飘会参加抗争 参加示威游行集会 就算有 都是特例 而不是常例 那这群港飘为什么 在这里来伸到书业都落呢 他们自己就说 不是因为拿不到那一万元 而是特区政府一直忽视 甚至漠视 港飘群体的存在 以及港飘对香港所做的贡献 只不过他一直在说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说澳门如何派钱 非永久性居民也有派六千元 跟着又说新加坡如何派钱 很明显他们就是很不妥 特区政府就是没有派钱给他们 就不能够雨露军尖 这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所说的 这样就会削弱港飘对香港的认同和归属感 我告诉大家这群人全是斜大炮 港飘 只是一个飘字 就已经证明得到这群人 是不会对香港有任何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个飘是说飘流的飘飘浮的飘 换言之他们也没有打算过 是要落叶归根 苏识说什么 此心安处是吾乡 百居亦说什么 我生本无乡 心安是归处 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在香港是落叶归根 很明显告诉你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这群港飘 他们自己自成一角 他们不会和本地人作出任何交流 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和当年明清年代 那些飘流到东南亚那里落脚的 那些华人有什么分别呢 当地就搞会馆 很流行 比如说海南岛那些人就搞个禽府会馆 广州人就通常会独立搞一间 就和邵兴人一起搞一间广兆会馆 因为广府人不够人多 因为省城那些人通常都不用卖猪子 落到这些南洋的地方 比如说福建人 为什么搞福建会馆 一人一间会馆 各自为征 你现在这个港飘其实和会馆差不多 而且你们背后也是有同乡会的组织 那你怎么会对于香港有一个归属感和认同呢 而且过年大部分都会回大陆 只不过今年就是差点 这个情况因为回不了 这帮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固定圈子 也有他们自己的喜好 比如说他们仍然就会上微博 不多上Facebook 喜欢用微信 而不喜欢用WhatsApp 或者他们看的都是湖南卫视 而不是看TVB 而且他们之间的交谈都是使用普通话 而不是广东话 而在星期六日 他们就很喜欢去深圳那里 喝一下喜茶 吃一下海底撩 就是这些人 他怎样会和香港人可以融合得到呢 他也没有这种意欲和你融合 而背后的有形之手也不会让他们和香港人融合 如果他们走下来 是被你香港人同化了他的 那么他下来把鬼又安排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怎样进行这个换血的大计 这就变成是没有作用的 因此大家真的要好好地重视这个议题才行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